OK之后,下面就可以借助开发工具,来学习一下我们的C的基本文化。 对于学货的人来说,就回顾一下,对吧?没学货的,就自己听,我们来看。 好,我们来看,先来看一下基本的数据类型。 好,另一个类型的类型,像一些share, int, float, double, side, onsite, long, short, void,对吧? 好,有没有发现,不一样的吗? 这样不一样的吗? side, onsite,还有呢? 还有很重要的没看出来啊? 在C里面是没有货的类型的吧?也没有by的类型的吧? 好,那我们还是用个对比方式来学习。 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家里面的基本类型,这个不用说了吧? 好,基本类型,for,by,char,share, int, long, load, double,对吧? 大小呢? booleing 货的类型是一个字节吧? 货的呢?一个字节吧? chart两个字节,然后呢,short两个字节, int四个字节,long是 8个字节吧? float四个,到过了8个,对吧? 好,那C里面的这个类型呢? 我们分别来看,先看基本的整数类型,整数类型里面就chart, short, int, long,对吧? 那后面固定了一个叫long, long,对吧? 好,比方site和site,我们后面再讲,先讲这几个。 那这几个类型呢? 重点看一看,C里面的这几个基本的整数类型,它的长度。 好,这长度怎么获得呢? 长度怎么获得呢? 在C当中,有一个专门的运算符,叫做spifle,它可以来集合一个数据类型的大小。 好,我们来看一下。 变一个数据,然后呢,保存一下,分成一个机制数据吧? 基本类型,基本的数据类型,好。 然后呢,还是要先写框架,对吧? 减换一步的,还是dl.h,然后准备数。 框架到后,我们要来写其中类型吧? 好,我们要想输出这个类型大小,用的运算符叫做site. 好,这个运算符用的是什么呢?它是计算数据类型,计算几个字节。 它计算的是数据类型吗? 好,我们传数类型,计算就对了。 它看起来是有点像函数啊。 这像函数啊,那是不是函数呢? 我写个函数,你函数。 这是一个函数。 就看起来不一样了。 缠数名是不会高量的吧。 但是关键字会高量化。 size 是一个运算符,不是感受。 所以这里,好。 然后来看,出错的时候呢,首先出出的小的. 计算,sizeof 好,这样打开出来。 是大小吗 就是原样摆出来 原样摆出来 三种括号 那想算算太小了 好 在formin-up里面 有格式控制字符 摆放号D 好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些字符都是原样摆出来 这个摆放D 有点类似 前面学的circle的障位符 它的位置 会被后面的数据给替换掉 什么数据呢 我们要打印的事就是 这个字 前面内容只是告诉你 打印的内容 后面这个摆放机的值 就是你算出来的数据 几八 明白 好 然后试一下 使用DVCB的时候 如果 使用DVCB的时候 它有一块线 是和Eclipse相似的 你可以再查到 我刚复制用的是呢 那是Ctrl-E 你可以改成完全跟Eclipse一样 对吧 就把这个改单行了 删除黄是一样的吧 对吧 好 就是类似的 Ctrl-E 然后呢 第一个Tel 第二个是Short 三个是 int 第四个Long 对吧 好 分别改一下 这里呢 就改成Short int 还有呢 Long 好 你看一下 这四个基本手术类型的大小 手术呢 好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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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24吧 124吧 好 那我们对一下看看 在家里面的Chart类型是 两个字节吧 Short类型两个字节 int是有没有一些 Long是8个吧 好 那我们就操了 在C当中呢 相同的 关键是Chart Short int Long 有区别吧 家里面的 Chart类型是在两个字节 而C里面的 在你个字节 吧 好吧 记一下 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东西呢 因为 我们要实现 家里面的基本类型当中和C的基本类型 有不一样的吧 那不能回忧 就要经过 爽饭吧 对吧 好 第一个我们要找个区别的就是 加网 中 的 C C中的 Chart 还有呢 还有Long 关键的和 加网大小不同吧 这样不通吧 好 第一个区别 C里面呢 是在 一个字节和 一个字节 而加网大小呢 是在 两个字节 方式吧 好 第一个区别 然后呢 再来看 所以设备外呢 在C里面 还提供了一个叫 弄弄类型的 我们来看看 它是差不多一起 弄弄类型 好 便宜来看一下 把他写 发现吧 那也就是说 在C当中的 弄弄弄类型 其实可以对应 这二连的 弄类型 什么 弄类型 好 这是 基本类型的区别 这类型的区别 好 不同 C呢 C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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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一个字节 弄了 再 四个字节吧 再四个字节 然后呢 弄弄类型 弄类型 这八个 再滑个字节 好 这是第一个区别 能对吧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 那除了这个区别以外呢 好 再说一些家里面没有的 家里面有一个 不二连型 而C面呢 没有不二连型吧 好 C面没有不二连型 那我也记下 区别 C 里面 没有 不二连型 没有不二连型吧 好 那没有不二连型 是不是就代表 C面没有逻辑生甲呢 也不是 好 这里面就和这样子一样 这样面严格有 不二的 处合法 对吧 好 那C面呢 C元当中 看的逻辑生甲 所标准是 C年的 逻辑生甲 生甲标准是这样的 非零呢 为真 零呢 为假 这话什么意思呢 在C元当中 只有零指示甲 只要这个值是非零 它就为真 判断真假的时候 零两五是真还是假 零两五 真吧 好 那 1.0呢 也是真吧 好 也就是说 在C当中 不管你是手术类型 还是附列类型 只要这个值不是零 它就为真 对吧 好 只有零指为假了 那 之间非零指为真 那么 我怎么来表示一个真值的 你随便拿出来表示 按理说 随便拿非零指表示都可以吧 但是呢 在C当中 用了所有非零指当中的1 来表示真 不是说只有1为真 而是说 1代表了所有的 真的情况 非零指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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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中呢 用1 来代表 真 不是说只有1为真 就是这个区别 这是C面的逻辑类型 没有拂 但是呢 他们说 只要就是 度为零 它就为真 只有为0 所以为假 所以为假 是C面的拂类型 然后再来看 那除了拂类型呢 在C面有 Sight和OnSight对吧 Sight和OnSight对吧 家里面呢 没有Sight和OnSight对吧 这个Sight和OnSight呢 主要作用的是整数类型 整数类型 好 家里面的 Bi也好 Chai也好 是 这个 呃 Bi内型是有 符号的吧 对吧 好 那C面呢 Chai类型 Shot类型 Long类型 Long类型 它们呢 可以是一种符号的 也可以是5符号的 怎么区分呢 就用我们的Sight和OnSight 区分 来的吧 好 那我写下 在C面呢 另一边的 总数类型 总数类型 一般呢 一般是 有符号 有符号类型 除非呢 除非 前面 有什么呢 有 OnSight 就表示 符号类型 表示符号类型 好 那为什么没有说这个Sight呢 因为它默认就表示有符号Sight了 你不写呢 就表示有符号 除非呢 前面显示加上的 OnSight 它就表示无符号 对吧 那这个有符 无符号 会不会影响 找不出类型的大小呢 问一下 好 我们来细论 去看一下 前面如果加上 OnSight 来看一下 好 再看一下 如果加了一个OnSight 编译编译情 有没有影响大小 没有吧 那影响是什么 影响是这个类型它表示的树的具体道理 如果是Intel它会表示一个复不到正乱 如果是OnSight 它只能表示0到一个最大值的 看到了吗 就是有方无方的句点 看到了吗 它是作用于整处类型 整处类型 好 那整处的看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福联类型 好 福联类型比较简单 其实都是一样 那你打印下来就知道了 福联类型 好 来讲下面来 来的时候呢 为了分割一下 你好 你好 然后呢 好 就回开了 开了吗 好 这里呢 我们打印一下 暴露 还有一个Double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在编译里型 看一下 Flow Table 数方式和 加的一样四个八感 关系吧 所以其实这里面呢 大家要掌握的就是 C年的 没有 货尔雷型 这是第一点吧 第二点呢 C年的真假的判断标准是 非灵为真 灵为假吧 好 第三点 C年的 C年的 C年类型和 Long类型 对应 是不一样的 C年是在一个字节 加不是在两个字节 而Long类型呢 C是四个 加上是八个 OK的吧 好 还有点 这里面 除了 C年之外 还多了两个 来改变他 是否有符号的 关系字 OnSight Sight 拨认 情况下 都是 戴符号的 除非你前面 加了一个OnSight 它就表示无符号的 可以吧 好 这是我们说的基本的数据类型 这些区别 找回就可以了 OK吧